隨著台積電進駐美國亞利桑那州 還會確定招募眾多專業人才 並且整體帶動鳳凰城附近 包含餐館與不動產等商機外 專家更直言 未來千金可期 有望創造更多成功機會 就像其實台積電在世界各地 我們就從最近的從台灣開始 它每次要建廠的時候 周邊就是會有很多這個食物 對 吃的 是 是 對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當它要建廠的時候 或是英特爾要擴廠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需要很多機械 OK 其他幫它 大型機械這樣子的 是 是 然後還有許多像 比如說要處理它的廢水 然後它很特別一些空調 OK 還有它這些人力上面的這些需求 書餐房單元本週帶來一本 名為做夫娘與料理人的 美食料理日本漫畫 這是一段未時神明的 溫馨料理故事 作者將人物描繪得鮮明活潑 把美食 和風幻想 還有一點點的戀愛喜劇 都深刻呈現出來 這個故事就是說 這個家族當然是個地方上的家族 傳承了幾百年了 然後後來他們那種實業家嘛 就到外地去發展了 然後這古宅裡面的人就一個兩個 統統搬出去 到後來就剩下房子了 然後沒有了 對 然後這個古宅的主人啊 現在已經是一個很老的一個實業家了 然後可是他就記得他童年的時候啊 他都會跟這個 他都會跟這個做夫娘玩 而有鑑於生命中各個階段都可能罹患不同類型的關節炎 有些是遺傳造成 有些是飲食影響 健康人生單元 由嘉聯太平醫療網家庭科內科醫師林元凱 分享如何應對 我們大部分的人 所謂的關節炎 事實上是所謂的退化性關節炎 英文有時候叫DJD Degenerative Joint Disease 或者Osteoarthritis 直接骨頭的問題 是個磨損的問題 那第二類呢 所謂風濕性關節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這又是自體免疫系統的問題 你自己的免疫系統 去侵蝕你的關節 關節引起的 那個是風濕性關節炎 豐富讚美華人生活 講亮話 本週六晚間八點起 新聞臺首播 週日統一時間超市五線臺 三十四點五頻道播出 歡迎觀眾鎖定 動森新聞團隊洛杉磯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